上个视频我讲了啥叫反比例函数 这个视频我来讲讲反比例函数的图像 先看k大于零时以y等于s分之六为例 当x等于1时y等于6除以1得6 当x等于2时y等于6除以2得3 用同样的方法 依次将x等于3、4、5、6时的外值求出 在坐标系上将这些点描出来 再用光滑的线将它们连接起来 就得到了函数在x大于零时的图像 它在第一项线 当然x还可以小于零 在这些x值的前面加个负号 那外的值自然就也得加个负号 把这些点在坐标系上描出来 再用光滑的线连起来 就得到了函数在x小于零时的图像 它在第三项线 由此咱就得到了反比例函数完整的图像 而这两条曲线也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就叫做双曲线 不难看出双曲线是关于24项线的角平复线对称的 所以直线y等于负x就是它的一条对称轴 另外双曲线还关于另一条直线对称 即一三项线的角平分线y等于x 所以反比例函数的图像是有两条对称轴的轴对称图形 事实上双曲线也是中心对称图形 你如果把它们以原点为中心旋转180度 就会和原来的图形重合 所以原点就是它的对称中心 看来反比例函数的图像既是中心对称图形 也是轴对称图形 函数图像的对称性说完了 再说说函数的增减性 不难看出在第一项线里 y随x的增大而减小 在第三项线里 y也随x的增大而减小 所以你可以说在第一项线和第三项线里 函数分别随x的增大而减小 如果我把k变大一点 由6变成12 用同样的秒点连线的方法 就可以得到y等于x分之12的函数图像 不难发现 这两条曲线与坐标者的距离要比原来远一些 可见k越大时 函数图像与坐标者的距离越远 现在k大于0的情况搞清楚了 接着来看看k小于0的情况 以y等于负x分之6为例 还是先把x等于123456时的y值求出来 然后上坐标轴瞄点连线 发现它在第四项线 带x值前面都加个负号 y值自然也得变成原来的相反数 然后上坐标轴瞄点连线 发现它在第二项线 不难看出 y等于负x分之6的函数图像 也是有两条对称轴 并且关于原点对称的双曲线 但它是在二四项线 而且在每个项线里 y随x增大而增大 如果我把负6变成负12 用同样的方法做出它的函数图像 不难发现 这两条曲线与坐标轴的距离 要比这两条曲线远一些 那这时你能说k越大 函数图像与坐标轴的距离越远吗 显然这么说是不对的 因为负12比负6小 不过如果你说k的绝对值越大 函数图像与坐标轴的距离越远 那就没问题了 现在凡比例函数的图像 已经比较清楚了 一起来总结一下 首先凡比例函数的图像是双曲线 它既关于两条直线对称 又关于原点对称 而且k的绝对值越大 函数图像与坐标轴的距离就越远 其次当k大于零时 图像在13向线 在每个向线里 外随x增大而减小 当k小于零时 函数图像在24向线 在每个向线里 外随x增大而增大 好了 内容就讲到这 速度刷题去吧 谢谢大家